战火勋章荣耀服务器详细解读 是为了平衡玩家的战力 这个战力平衡指的并不是我们个人 而是每个服务器整体的战力水平 神第一条规则 在同类型的服务器中 战斗力排名前列的部分服务器将可能成为荣耀服务 举个例子 目前我所在的衣服就已经成为了荣耀服务器 毕竟是最早开的服务器 里面的人战力普遍偏高 而且已经初步形成了以万万界皈依为首的王盟体系 他们联盟的总战力已经来到了39个亿 为什么这盟的总战力会高到离谱呢 因为他们的入盟门槛非常高 而且还会时不时从其他屈服去挖来高战力的玩家 按照这样发展下去 他们的盟会战力会越来越高 俗话说物以类具人以群粉 这种高战力碾压的形式 也会吸引其他服务器的更多高战玩家来到1服 这样一来1服的战力就会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等到以后赛季版本开了之后 不同服务器之间是要竞争的 如果按照这样发展下去 1服不出意外就会一直的多怪 那么其他人就没得玩了 所以荣耀服务器会有一个限制 一旦你的战斗力超过了一定数值 就没办法通过常规手段来移民到这个服务器了 也就是说荣耀服务器未来会有个原则 那就是出来容易进去难 所以说其他人要想移到1服 历史最高战力就不能超过一些600万 所以其他服务的大佬想来到1服会变得非常困难 只能留在自己的服务器 这样各服务器的高战力玩家也会得到一定的平衡 但这种设计也会让1服人变得越来越少 毕竟新玩家不可能在1服开始游戏 否则排行榜上不去 这一奖劣打不了 然后是其他高战盟的玩家 在万这种盟会的压力下 也很有可能会被迫移民到其他服务器 它会让屈服的王盟更有话语权 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他们的发展 对于平民玩家来说 成为荣耀服务器可能也并不是一件好事 这要取决于你们服务器王盟的行事风格 如果王盟行事谦虚 通行达理 那么留在里面还是挺好的 至少环境稳定 如果王盟天天过来拆你基地 那我建议你还是赶紧跑吧 以上就是本集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我大家 我是真蛋 赞好学将专业分析 期待你的观众 是